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到老年 要想活得漂亮 就要扔掉这七样东西 现在有很多的老人 退休了也闲不下来 他们会为子女带孩子 当然这是为子女减轻负担 也是培养也算一代感情的好办法 但是时代在发展 社会在进步 老一辈的育儿观念 早已经难以适应这个社会 老人的学习能力不如年轻人 想要改变观念 其实是很难的 这就会出现问题 甚至父母会和子女产生争吵 所以啊 人到了老年 倒不如放慢自己的脚步 享受享受生活 不要再操劳 自己操劳了一辈子了 也应该歇一歇了 再说了 子女的孩子应该他们抚养 老人把子女的事情做了 把他们的义无界了 他们以后还怎么做一个合格的父亲 母亲 我们能帮子女看一时的孩子 能看管一辈子吗 该是他们的责任 还是逃避不了的 倒不如早点放手 儿孙自由而孙服 这辈子很苦 一辈子为孩子奋斗 年老了 请为自己而活 人到老年 活得漂亮是一种能力 是一种境界 更是一种幸福 而要想达到这个目标 就要立刻扔掉这几样东西 一 对调杂物 虽然勤俭节约是传统没多 但家中长期存放不用的物品 不仅占用空间 还会影响身心健康 人到老年 记得定时清理 把那些常年累月不用的物品处理掉 破旧的可以直接丢掉 不要觉得可惜 还能用的就可以送给人 或者圈赠出去 物尽其用 二 丢掉过去 怀旧是人的天性 但过于沉溺在过去 容易让人消沉悲观 三 不能快乐地活在当下 其实 事少没有后悔要 计较过去又有何用呢 人到老年 不如就让过去的过去 珍惜当下的美好时光 善待如今的自己 你将会发现 人生可以每天都很快乐 三 都要烦恼 每个人都会有烦恼 但不是每个人都过得悲伤 愁苦 还有很多人每天过得快乐 满足 人到老年 一定要有一个好心态 学会平静地接受 坦然地面对 让阳光照进心房 让所有烦恼都烟消云散 四 都要压力 人老了 本该退去二线 休息休息了 但很多老人还是放不假 还要给子女赚买房车钱 给孙子赚写费钱 搞得自己压力山大 其实 到了六七十岁 老人就不应该往自己身上施加压力了 不要闲吃萝卜 但操心 用操心这个 操心哪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坎 而孙子路 他们自己走才行 五 丢掉自卑 很多人觉得自己老了就不中用了 是负担和累赘 这其实是自卑感在作祟 很容易给各种疾病 大开方便之门 损害健康 人到老年 要有颗强大的内心 不自卑 不自责 只要换一个讲度 换一种讲法 就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六 丢掉犹豫 有些人觉得自己年纪大了 就开始犹豫不决起来 担心这个去不了 担心那个吃不得 然后过着每天都无任何变化的日子 不好不坏 只是有点悲哀 如今你处在一个特殊时间段 昨天不再重回 明天尚未到来 不要再犹豫 徘徊 应该趁现在去看看无限的江山 去拓展生命的宽度 真的 再不趁着老年去疯狂 就真的没机会了 七 对掉年龄 说爱老是自然规律 水也抬不掉 也不能违背 但是也没必要总记着 还每天都念叨一遍 这只会让你老得更快 人到老年 不妨把年龄当个数字 保持一颗不了心 每天只想着要做的事情 把自己打扮得漂亮潇洒 过得轻松快乐 人到老年就应该做减法 堆掉这七样东西 当我们身心的包袱越少时 人会更加快乐 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觉得这个影片不错的话 请给我们点赞 转发 同时在影片下方留言 告诉我们您的看法 关注老年生活 享受幸福人生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